一个是空间 一个是管理 一个是应变 春节廉假准备到来 行政院长苏贞昌 前往高工局进行视察 而高工局也预估 初一开始出现南下车潮 并在初三打到尖峰 国道双向将达140百万车公里 就怕国道载成大型停车场 高工局不敢怠慢 在我们在做这个休息站的时候 我们同时把这个车道做一个重整 让这个两个车道 部分延长500公尺以上 所以让它有比较有机会 去汇入主线 改善国道阳霉端车道汇流困难 造成中路回堵问题 另外还有桃园动线改善 彰化云林路段新增辅助车道 国三增设高原交流道 和国四坦子路段调整 抢在春节且完工 就是希望帮助缓解廉价车潮 我们针对拥塞管理部分 我们会有整个摄影机 CCTV2774只里面 我们会掌握整个用塞的情形 跟工井会相互的配合 来做一些应典措施 高工局也考量 今年春节九成以上 皆为返乡车流 多数车辆均能满载 因此初二前取消实施高承载管制 而路线到底怎么选 高工局建议 初一到初三 南下可以选择下午出发 初三到初六 北向则多利用早上出发 民众也可利用西兵代替国一国三 和台九线避开国五车潮 对民众信心喊话 而苏贞昌也随后表示 相较以往保证 顺畅不塞车 他认为提供正确资讯给民众 提供你如果什么时候走 会比较轻松 会比较快 你如果遵守什么顺序 遵守什么规案 就会比较好 比如高成长 所以请民众 错开时间 不要挤在一起 这资讯怎么提供很重要 希望民众自行根据资料 避开尖峰时段 另外因应防疫 交通设施清晓频率 将比照三级警戒办理 尤其休息站厕所 及餐饮区等人潮聚集区域 不让返乡成为破口 春节廉价将至 各级单位上井发条 全力备战 年价车潮 人间卫视 正名城陈宇轩台北 采访报道